在半个月之前当中国宣布它的天鹤一号的云端运算超过美国超级电脑时候 我曾经特别提到未来影响中国五年的三界大事 第一个是微博 它将使得中国的言论自由大幅的提升 这是一个科技的突破 而且媒体没有办法再垄断 第二个云端运算之外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高铁将改变中国城乡的差距 而且使得中国非常多二三线城市快速的城市化 让我们来看富航高铁的沿线地图 富航高铁的沿线地图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是嘉兴 而在嘉兴的潜一站是嘉扇 现在嘉兴已经成了在长三角地区里头房价涨了最高的地方 而它的潜一站的嘉扇正更是一个西唐古城 现在成了风景名胜之地 它距离上海20分钟的路途都不到 春秋的水唐宋的镇 明清的建筑和现代的人 如果我说这般景致其实距离上海不到20分钟的车程 你相信吗 嘉扇县是护航高铁除了上海到浙江的第一站 其中的其他护镇有2500年的历史了 到现在它还是个有3000人居住的社区 同时也是嘉扇重要的一个景区 转着小船摇啊摇 古镇桥多 孟堂多 所谓倚田走人家 照样不失邪 绵营的狼棚也是一大特色 西唐像是停留在静止的时光中 直到我们听到这个声音 这大男孩正在为傍晚营业的表演做准备 不到30岁的高敏是这间酒吧的老板 他来自北京 当年只花了7天就决定租下这间房子 然后刚进屋的时候就有很大一个墙皮啊 掉下来差点没砸到 当然了 千年古镇的老房子 但从大城市来的男孩没被他的破烂吓跑 反而激起了无比的斗志 结果高明一待94年 这是他坚持最久的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西唐还没有完全开发 就很少人知道这里 第一年其实赚的钱很少 装修了两个月 装修完了自己的兜里只有7块钱 坦白说这个小酒吧设备很一般 除了粗犷的木质座椅 只有一大堆客人留言的小纸条 高明把它们贴得满满的 因为高明在古镇里有了第一间酒吧 现在这里又增加了好几家 谁说酒吧一定是城市里的产物 实现了梦想 有了爱情 所以在西唐的沉浸中也是一种浪漫 夜幕低垂 门外的红灯笼 捕出城市里的五彩霓虹 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 也让有梦的人离梦想更近了